歡迎收看 今天的夢想街五十七號 我是李冠儀 想要開著車載著家人 不受拘束的雲遊四海 車開到哪裡 哪裡就是家呢 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夢想街五十七號 到底什麼樣的車非常適合 載著全家出遊呢 北美最大的估值機構 評選出了最適合家庭的用車 你的愛車上榜了嗎 想要把最好的旅程 留給最心愛的家人 你開著一台MPV 能夠滿載家人的幸福 最近在市場上有哪一些選擇呢 我們先來為大家揭曉 美國的KBV為大家評選出了 最適合全家一起出遊的車款 有哪一些呢 鄭姐 沒錯 我們現在台灣人大部分 我說十個人買車 其實有九個人都是為了家庭買車 真的 同意 只有那一個比較自私的 可能是我而已 就是你 對 是就是我 其他九個人都是為了家庭買車 所以這個KBV這個機構 剛剛怪異介紹 他是北美最大的一個估值機構 他就為了他們北美有販售的車子 然後排出了12款 2020年他認為最好的家庭用車 這些車子呢 我們可以先把一些 我們台灣買不到的車子排除在外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的結果呢 順下的呢 他總共抓了大概五台的SUV 然後五台的七人座中型SUV 一台七人座大型SUV 跟兩台MPV 這些裡面呢 台灣真的買得到的呢 其實只有五台而已 但是這五台車呢 大家應該都非常的熟悉 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像Toyota的Rafo Honda CR-V 然後現代的Santa Fe 對 蘇巴路的Forester 還有Honda的Odyssey 這五台車一定都很熟的嘛 對 像Rafo 這個車是每個月都要賣超過3000台的車子 對 2020年的銷售冠軍王啊 是 CRV也是國產SUV的冠軍 是 然後Santa Fe跟Forester 稍微可惜一點 他們量沒有那麼大 但是不可否認我們都試過 它都是個好車 尤其像新世代的Santa Fe 超漂亮的 又有七人座 然後Forester呢 有四船啊 隨便對貨啊 這些東西都是符合 蘇巴路的他們本身的品牌精神 然後還有Odyssey 他在台灣現在幾乎是一支獨秀了嘛 七人座或者八人座的MPV 這樣的車子當然 大家都有這個需求 尤其是對於那種三代同堂的 家人或者是車主 他就會有這樣子的MPV的需求 所以在這些來講 我們把它總刮出來 KPP為什麼會選這些車子呢 其實基本上 我們不管說Odyssey 在台灣可能一台要賣到100多萬 然後像是CRV的高規版 或者是Santa Fe其實也不便宜 但是在美國來講 他們都還是把這些車子 歸納在他們的國民車的範疇裡面 所以KPP認為什麼是好的家庭車 首先像是價格不能太高 然後既然家庭車空間一定要大 然後妥善率要好 不能常常壞 這也是導致看到的四台都是日本車 一台是韓國車的原因 表示歐洲車跟美國車妥善率 可能在他們的評估裡面 稍微還是沒有那麼好一點 然後再加上後勤的保修的容易度 還有保修的價格 就是你要養護它的成本 油耗這些東西 綜合評估以後 他才選出了這五台 跟台灣有關係的車子 我覺得既然美國有這麼大的數據 這麼大的市場 可以看這樣子的量的話 我們台灣人如果說要選擇 一台家庭用車的時候 這五台車確實可以列入考慮 真的我們剛才看到 KBV評選出來的十二台 適合家庭的用車裡面 有十台就是SUV 而其中兩台的這個MPV 我們看到ODYSY是榜上有名的 在台灣來說 三代同堂 像MPV這種車型就非常適合 尤其是像ODYSY在台灣的銷售 也相當不錯 對不對 英凱哥 沒錯 因為這個KBV 雖然它是美歸車型的ODYSY 但是同樣的ODYSY的家族 在台灣也是有販售 那是以日本跟亞太這邊的車型為主 當然車身尺碼會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這也是更符合我們 台灣社會的一個整個設定上的需求 沒錯 那ODYSY在這幾年 其實販售的成績也相當不錯 那總共的話 都大概有兩千七百輛一年 那這個數字來講 當然之前是有Toyota Previa 那Previa後來是 退出台灣市場了 所以現在就是一直獨秀 那ODYSY它的特色 當然就是剛剛整理有提到說 其實日系的產品 它大概在說整個的保修 還有說整個養車成本 其實是蠻有優勢的 那另外一個呢 是它這一個有HONDA HONDA的HONDA Sensing 對 它主動的安全備位 其實也蠻完整的 那當然七座跟八座 在整個設定上也不錯 那產品來講它也蠻特別 它在世代內其實進行了兩次的改款 包含今年其實它也會推出小改款 那大家知道說 它其實大概會對應說一些 包含說Apple CarPlay 還有說它的整個電動滑門其實會導入 那還有一個部分是 其實大家會有印象說 HONDA的部分 它會在改款做一些降噪性能的提升 那這次其實 ODYSY也是做了這個配備的部分 包含說它的旅圈 它也做一個降噪旅圈 然後還有汽車玻璃 它也做一個降噪的一個玻璃的導入 所以這些配備都會更符合台灣消費者 喜歡說車子比較安靜 然後也比較適合說家庭旅遊的一個部分 真的 因為你不能夠到後面的人講話的時候 前面有人聽不到 對 所以車內的整個隔音的工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喜歡MPV的朋友 看中了一定是它的空間上面 靈活的應用 絕對是比SUV還要更有優勢的 再加上在車內一個成員 坐的每一個位置都是非常非常的舒適 像近期我們看到才剛剛改款上市的 福士的T6.1 MultiVan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它除了擁有MPV的大空間之外 它還有哪些多功能性的一些需求 是符合消費者喜愛的 德哥帶著我們來看一下 在市場上唯一的得志豪華的MPV 這台真的看起來非常霸氣 它小改款之後有哪一些亮點呢 第一個就是你會發現 其實這樣的車型越來越耐看 因為它會 你今天買這台車 你當然不希望說我今天買 明年看起來就像舊車 那它有一個優勢就是說 你可能開個四年五年你再看 它還是感覺會有一種帥氣 而且它不會讓你覺得 好像有一種老態的感覺 台語講它就是很沉煙的 因為其實它好幾代都是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 這一代好像就比較新 那一代好像就比較稍微老舊一些 對 而且你會發現 它其實在一些造型上 它其實有經過修改 就是高級化的修改 在哪邊 首先你會發現它的頭燈 它的頭燈是LED 但是你知道它已經換上 新世代的家族風貌 就是不只是這一台T6.1 就是包括它的 Volkswagen的這些小型車 它也是用這樣的語彙 而且它在水箱護照的設計 搭配它新的層次式的這種鍍鉻 會讓你覺得看起來很大半 而且車頭豪華度也提升很多 對 而且你從它的旁邊 就是它一直延伸它的燈眉上去 它的Multi-Van 它其實就是一個識別上的辨識 對 而且它還是用黑色的字 對 我們今天來的車款 它算是雙色的車型 它算是要選配 因為它總共可以有十種塗裝 所以你可以針對你的喜好 還有你的幸運色去做搭配 而且這一台車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不只是一台多功能的MPV 你知道它某方面 可以取代SUV的特性 當然 因為為什麼 這一台車其實看起來好像很大 但是事實上它沒有很大 它的車身長度是4米9 多一點點 不到5米 4904mm 而且你知道它有個特色就是 它的底盤離地高呢 它是178mm 就是比很多的 CUV稍微高一些 對 就是這樣再搭配它的Full Motion 因為我們今天來的是Full Motion版本 它等於可以幹嘛 它可以微月椅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除了外觀會讓你覺得帥氣以外 它藉由底盤的離地高 而且它是四個輪子往前 往四個角落去伸展 有耶 有看到 對 它等於它的軸距呢 就有三米長 因為它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它在底盤的沉穩度會變得更好 對 因為很多相似的這種車型 你在高速公路破風前進的時候 因為它的風阻面積比較大 它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你可能遇到側風比較大的時候 它會隨著風向換車道或是颱風天 但是T6.1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它有一個側風穩定的控制 這次導入的這個側風穩定 就是它會結合它的 就是動態穩定系統 然後針對它的跺腳 然後去調整四個輪的輪數 甚至還會用煞車來輔助 所以在惡劣的氣候下呢 你開起來高速奔馳 你也會覺得很穩 而且這台車呢 算是我開過 它算是性能之王 因為可能很多人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柴油引擎 應該就是柴油渦輪引擎嘛 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你知道MultiVan 它用的是2.0升的四缸 雙渦輪的柴油引擎 它是TWIN Turbo 那因為為了要對應環保法規 它雖然調降到199匹 可是它扭力一樣有45.9 而且它結合的是 雙離合器的七速序列式自首排 所以開起來一樣覺得很熱血 很熱血 而且你知道有操控性 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藉由比較綿密的齒比 它可以讓你的動力的 就是甜蜜區延伸 然後所以你吹加油門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力道 輸出力道就是很飽滿 而且一直很線性 所以這一台車你看它 它看起來好像很大 它0到100加速 一樣可以在10.3秒達成 而且這種車也可以 你可以 如果你膽勢大一點 你可以載著全家輪去飆速 因為它可以跑到198級速 安全級速 一般人會覺得 這種比較大型的MPV 會覺得第一個 是高速公路上面 它會比較不穩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它的動力 沒有這麼讓人滿意 可是德哥你這樣子 經過你的認證之後 你覺得它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它撐得上這個極具的性能之王 而且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鄉行車就是載家人 這種MPV 那性能 性能對這台車這麼重要 可是我們要爬山 因為在台灣那麼多山 對 重點就是 它常常要上山下海 所以性能 遠比你想像的 要來得更重要 而且除了性能表現出色以外 它操控也很靈活 就是這一台車 因為我剛才提到 它不到5米 而且你知道 可能很多人會上山下海 它要跑山路的時候 怕會家裡的人 坐在裡面會不舒服 但是這一台不會 因為它是同級車裡面 唯一有DCC 就是 電子線滑 對 主動 主動電子懸吊 對 而且它還有EDL 就是你剛才提到的線滑差速器 電子式的線滑差速器 所以它在彎道上的指向性會很好 而且它方向盤的路感回饋 算是很精細 所以開這一台車 如果你真的有outdoor的需求 你還可以額外再選配後軸的機械式LED 所以它的越野能力就會變得更強 而且它的full motion的優勢就是說 它不會受到惡劣氣候影響 就譬如說我們今天下了灑頭大雨 你可能怕說萬一你拆著這一台車 遇到積水的時候它會出現水滑 但是這一台它不會 而且在其他功能性設計上呢 它的便利 對便利 就是它的側滑門兩邊都是電動的 而且你即使女生你輕扳它的門綁 你現在一拉放手它又會關回去 我用一隻手指頭就把它拉起來 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機能性很好 而且你知道它的開口算是很開闊 它的寬有948mm 然後高1247mm 就是不管任何體型 你要進出車內坐艙 你都會覺得很便利 擁有絕佳的空間優勢 再加上以往大家覺得開這個車 其實在駕駛者來說會比較 就是有點受罪 可是聽起來就覺得說 原來你開這台車你也可以享受到 它的操控跟它的性能 對 而且現在它有IQ Drive 而且就連停車輔助它都有 所以其實女生來開 你也不會有心理的壓力 因為有停車輔助 對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這個玻璃 上面的這個層次的設計 你會覺得有一種神秘感 而且有一種私密感 而且我覺得是有一種豪華感 對 有豪華度 對 而且我們一直走到後面 我覺得它連尾燈都很漂亮 它尾燈還有高度辨識的功能 就你踩煞車的時候 這光條會改變 對 踩煞車的時候它也會閃爍 雖然台灣不會下雪 可是我說真的 台灣的氣候算是變化相當的多樣 有時候雨一來就是滂沃大雨 但你有這樣子高辨識度的尾燈 行車安全也會提升 那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現在走到後面 你知道很多這種車型MPV 大家都很怕說打開它的後箱 對 但它的後箱其實還有 它的後門板實在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如果沒有電動尾門的話 對 很重 女生就會覺得 怕怕 我怕練出二頭肌 我就會想要請路人幫我開後門 對 而且再來就是它的後行李箱 很開闊 因為你知道 它可以隨著你的需求去做機能調整 像這一咖是32吋的 是最大的行李箱 對 我們把它拿來試試看 你知道 它的後箱空間 就是你即使以七座乘載的設定 七人滿座的狀況底下 在後行李箱的空間還有這麼大 可以放 還可以再放一個 對 還可以再放 它其實嚴格講起來 它可以放到四咖 而且除了這四咖的行李箱 你如果今天要去打球 它可以放四到五套的高爾夫球器 我覺得五套沒有問題 因為高爾夫球器是會比較扁的 但它比較長 所以你看 你這時候在輕按 它就可以很舒適地把尾門收納 我覺得這個電動尾門真好 以前我們介紹到MPV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看到這個 就是它沒有那個電動尾門 對 而且我們沒有放好 它還有防夾功能 所以它整個設計會讓你覺得 很貼心 很便利 對 你把它放好 對 沒有放好 因為電腦會稍微放進去 那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它的整個空間規劃 還有使用的需求 都會讓人家覺得滿意 哇 好棒喔 沒想到那個Volkswagen的T6.1 既然進化到這樣子的程度 但是剛才德哥有特別的強調 即使你開C一台這麼大的 這種MPV呢 在路上行車起來 駕馭起來的感受 其實是無與倫比的好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上路之後 什麼樣的感受呢 駕馭姐 今天我們要試的是 新世代的Volkswagen T6.1 Martivan耶 是啊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 開到T6.1 我整個對這台車改觀耶 車內好豪華的感覺喔 我們之前都開那個Caravel 或者比如路門的對不對 是 覺得這個車現在質感進步非常非常多耶 而且我前面竟然是這個全數位儀表 好厲害喔 方向盤上的View按一下 我還可以切換模式 很讚耶 剛剛坐進來看到那個虛擬銀票 我也是嚇一跳 嚇一跳喔 對不對 不過我還是要跟正言你講 這一次呢 這個T6.1搭載的是 直列四缸2.0升的TDI柴油動力 而且是雙渦輪增壓引擎 聽到雙渦輪感覺很興奮耶 你看起來感覺的 我覺得這個推力其實相當的足夠 而且很輕鬆 它有199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45.9公斤的最大扭力 所以光是這一個扭力 我就覺得哇 這個推力來的時候 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 輕輕鬆鬆 一看我現在1200轉載巡航好輕鬆喔 哎呦 不然這個車子那麼重有沒有 對 應該要這種動力才能 有辦法快速然後舒服的移動 是啊 而且這一個7速的雙離合器的自手錶變速箱 傳遞的效率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不錯 而且你剛剛在講說柴油引擎 其實聽不太到柴油的聲音 對 基本上聽不太到柴油的聲音 對啊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動力 加上一個傳遞效率 這麼好的變速箱 所以它的優化表現 其實是在一級的這個能源效率耶 很厲害耶 在這個新世代的T6.1的MATI BAN上面 也配置了這個4MOTION的這個四輪驅動優秀系統 所以呢 基本上它在整個循跡性啊 以及方向穩定性啊 我覺得都有很好的表現 而且可以提升這個操控性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尤其是對這樣子的車型來說 嗯 真的很特別 那當然T6.1的這個MATI BAN 也是也有藉由了現在它這個模組化的 NQB的這個電控系統的導路 所以基本上整個主動安全系統啊 例如說我現在抓的這支方向盤 它這一個方向機是速度感應式的 電子動力輔助轉向系統 所以我剛剛從這個停車檔開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喔 這個方向盤操作起來很輕鬆 可是呢 在我們剛剛高架道路上面呢 我就覺得方向盤呢 就變得比較重一點點喔 是很穩定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這一點喔 在這種商旅車的類型上面呢 可以把這個整個動力啦 還有操控的部分 甚至主動安全性的一些配備 能夠提升到這個等級 我覺得真的是很厲害啦 真的真的 對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想跟你報告一下喔 今天既然呢 我來跟你這個試車呢 其實要展現一下學長的實力啦 你知道全車系搭載 DCC主動式懸吊控制系統 所以在不同的車輛動態表現上面 它的這個駕駛邏輯都不太一樣喔 那我們直接可以透過中控台上面去做切換 它有這個標準啊 節能啊 舒適 甚至還有運動模式 這個車也有運動模式 厲害了吧 對不對 所以它的方向盤的轉向輔助力道啦 甚至懸吊的反應 變速箱的換檔邏輯啊 通通都在四個模式裡面會自動切換 所以就是說在駕駛這台車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呢 去選擇你想要的整個駕駛模式 那當然就可以兼顧整個乘坐的感受 以及操控性的穩定啊 都滿足各個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自己開就運動嘛 然後再滿家人的時候 只好就舒適 是是是是 沒錯沒錯 那麼我覺得呢 我也介紹的差不多了 好 換你來 換我來看看 表現一下 看你要跟我介紹這一台T6.1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沒問題 好終於換到我開這台車子了 剛剛你講的那麼多 現在來輕聲的體驗一下 但是我要跟你介紹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安全的部分 安全部分 這是T6.1嘛 既然都要1.1的升級以後 當然安全也一起跟著升級 是 我看你走這個路 我相信你是要試一下ACC是吧 欸 厲害厲害 果然是學長嘛 老司機嘛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到了這個路以後呢 我們等一下有辦法使用ACC的時候 就來試試看這個ACC的使用方式 好啊 因為其實這樣子的車子 像Multifan這樣的車子 我覺得ACC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車一定是長期 就是在長途 像高速公路上 或快速道路上使用的車子 對 所以我覺得 ACC好不好用 這個一定會影響到 我想要使用它 我想要購買它的一個欲望 好 我們現在已經啟用了 其實我同學啊 就有訂了一部這個T6.1的 這個Multifan 那他就跟我說 欸兄弟啊 要有ACC 我說 蛤 總之你也想要有ACC 對啊 我們去去露營啊 帶著一家老小 大家喔 回程的時候都在車上睡覺 睡死了 對 我開車起來蠻累的 如果有ACC我相信會很輕鬆 輕鬆很多啦 一定的 那現在像 我現在已經抓到了前車的距離 我是設定最短距離 然後我發現它的加減速其實非常順暢 你剛剛其實感覺到的不是我在開 真的喔 你已經知道了 是的 是車子在加減速 我腳已經離開了油門跟煞車了 所以你會感覺到 其實非常的順暢 對 然後跟前車保持的距離也在你覺得合理的範圍內 因為有的時候ACC 你設定最短距離 但是有些比較老舊的系統 會隔得很遠 然後大家就一直要插進來 那個是最討厭的感覺 對對對 那除了ACC之外呢 因為再來是highlight的車子嘛 除了有Ida你剛剛講的 4Motion 對 它其實還有更多 像是Land Assist 它有車道維持喔 呃 所以它的方向盤是會幫你 修正 對 如果說你沒有走在你的車道上的時候 方向盤會自動幫你修正 而且那個修正的感覺呢 也是相當的滑順 不會讓你覺得說 有的時候那個修正很撇 你知道 會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東西 像是 我們現在主流的 主動安全配備 像是AV AV 對 它有喊心的偵測 是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呢 它其實 所有我們能想到 一般乘用車的 安全配置 它都有了 像什麼遠光燈自動調整啊 還有 自動停車輔助系統啊 是 全部都有 那我問你 它那個 有沒有後方 乘向車流 其實整個RTA這種東西 有 也是有 只是我們現在在路上 試不到嘛 那會煞車嗎 對 哇 那真的是很高階的系統 是啊 應該有的只有警示 但是它會幫你煞車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設計很大 很長 真的 所以你遇到的時候呢 你沒有注意死角多 萬一遇到什麼障礙物的話 它會幫你停下來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福斯集團 最著名的NCB 二次碰撞 它也有 了解 其實像這種車型啊 因為這個 我覺得開高架道路 風大的時候 真的還會有一點這種 搖晃感 有一點搖晃感 我知道這次T6.1的這個MATIV 好像有 側風穩定輔助系統 對 沒錯 它是有這套系統的 再如果說 像剛剛愛達講 在高架橋上面 遇到側風的時候 車身不穩定的時候 它會透過循跡系統 來幫你輔助 然後讓車子 保持穩定的一個行車狀態 是 那當然像什麼ESP電子行車 穩定系統 ABS奏響 這個TC 一定都有 S循跡法一定都有 那這個不就是等於 是IQ Drive的嗎 是啊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完整標準的 IQ Drive智能駕駛 是啊 沒錯 真是太厲害了 這一次呢 小改款車的T6.1 其實在駕駛座的部分 有很多的鋪陳 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是的 關於我一坐上來這台車 我就覺得 哇塞 跟外面看起來是一樣的豪華 你知道嗎 因為像很多高級車 才在設計這種 所謂外觀上面的 雙色車身 其實內裝的部分 它看起來還是這個三雙車 但是近來這個T6.1 MAL TV 尤其是這個HIGHLIGHT車型上面 你就會發覺 冠儀 它竟然有這個木紋的飾板耶 這也是小改款就加上去 豪華度就增加了 對 說實在 完全顛覆了我 對這樣子車型的一個 這個認識以及想像 那當然它全車系 都配置了一些新世代的配備 例如說我們看到 中央這一具螢幕啊 這一具螢幕的尺寸 足足有9.2寸 而且是鏡面式的一個這個觸控螢幕 它是全新世代的DISCOVER PRO的一個這個螢幕 欸 冠儀你看 它還有手勢 對 啊 這是我們熟悉的這個BOTSWIGON的車型上面 沒錯 所以在主控的介面上面呢 我可以利用手勢呢 來去選擇 譬如說我現在要做駕駛輔助系統的一個這個設定 我就可以利用手勢來去做控制 我覺得這一點很特別 那當然啊 這一台螢幕 這一具這個螢幕有非常多功能 例如說我們可以看到車輛的功能啦 導航的功能 電話媒體等等 最重要我覺得這個APP Connect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你看到沒有 它叫我直接連上手機 我們就可以進行做 也支援 Apple CarPlay的一個功能 有沒有看到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都可以支援 Apple CarPlay 嗯 它馬上建立連線之後呢 現在就是Apple CarPlay的一個操作介面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一個這個使用裝置 而且在T系列第一次導入了數位的儀表 而且它面積還這麼大 沒錯 在我前方是一具10.25寸的這個 全邏輯的智慧型的這個數位儀表 那當然這是在Highline以上的車型才有配備啦 而且這個儀表其實很特別喔 我們可以看得到 你看我這個兩個雙環中間 一個是引擎轉速 一個是時速對不對 對 中央是什麼 是導航 原廠導航的一個地圖顯示 它不僅僅只有這樣子而已 它也可以利用我們方向門上面這個 View的這個按鍵 來去做不同的顯示模式的切換 它可以哇 全導航耶 是 現在是這個全導航的螢幕顯示畫面 當然也可以顯示另外一個不同的畫面 比如說這就加上了旅程電腦 比如說我啟動引擎已經多久了啊 我啟動引擎之後 我平均油耗的一個表現啊 甚至我的剩餘油汽油量還可以行駛 柴油量可以行駛多少里程 都在儀表板上面可以呈現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特別的地方 那一般我們在商用車型上面 你顯少看到有這麼高階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數位的螢幕啊 甚至說可以用手勢控制的這個 中央的這個螢幕對不對 是啊 那方向盤上面 你會發覺它多了很多按鍵 其實我跟正吉在試車的時候 我們也試了這個 應該是A-DAS的配備 A-DAS的配備 這麼大一台的這個車子 它在A-DAS的控制上面 其實也是相當的細膩啊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特別的地方 另外啊 關於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冷氣控制面板 這邊還有一個MOD的功能 有沒有發覺 這個MOD就是剛剛德哥跟我們介紹的 DCC主動式底盤控制系統的一個選項 駕駛樂趣提升 我可以選擇一般啊 運動啊 或者是個人個人化的一些設定 當然我覺得原本原廠 預設的一些節能舒適 以及一般的設定 就已經非常足夠你的使用了 但是在這種車型上面 你可能會有特別的想法 所以 我要做不同的這個設定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個人化的地方 來去做配置 譬如說 DCC主動式底盤控制系統 我必須 我想要設定的是 在個人狀態之下 我希望它其實是舒服的 但是呢 在ACC控制巡洋系統上面 我希望它是比較節能的方式 這個部分就可以跳 隨著個人的喜好 就可以跳除 原廠設定的四個模式以外 你可以做個人化的設定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厲害的地方 其實大家以往都會覺得說 可能D系列是比較偏向商用 可是你會發現這一次改款之後呢 它有很多是屬於家庭用車上面 數位儀表啦 甚至於中間的這個資訊目啦 甚至於導入了這個主動的 AIDAS系列等等喔 沒錯 你不要以為它只是說 前面裝了一些木紋飾板 加入了數位表之外 好像加入一些智能配備的 一些價值比 連操控感受都不一樣 操控感受也完全的不同了 對 包含呢 這個乘坐的體驗 不然現在我們兩張前座椅 對 都是電動調整的 是不是 家庭用車也一定要這樣啊 是啊 沒錯 甚至前一陣子好冷有沒有 這台車有4MOTION 是不是你想要上5MOTION 很冷的時候 這車子 雙前座 對 有架這個座椅加熱的功能 怪盈你看到 它這裡還多了好多的配備 例如說停車的雷達啦 這個引擎代速熄火的一些控制 還有停車輔助 這個幫忙停車輔助的控制 對 這兩個按鈕呢 就是電動尾門的一個這個 在車內控制的一個這個部分 這個好棒喔 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 到後座去幫大家感受一下 應該是第二排第三排了 是的 好 走 安大 剛才這個測滑嗎 我們就說它真的很方便耶 對啊 沒錯 其實它新世代6.1的這個車子 它電動兩邊的電動滑門 它開關的聲音其實也變小 這一點是很厲害 那當然在這一台車型上面 它是標準配置的七人座的座椅 是2234的設計 關於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這 第二排的這兩張獨立式的座椅 你有沒有發現它怪怪的 這一張跟一般我們認知的七人座椅 不太一樣 它可以旋轉過來耶 變成背對著後面的第三排 它的二排跟三排座椅 其實都可以前後滑椅 而且第二排的這兩張獨立座椅 就可以像現在看到 它其實是可以正座也可以反座 也就是說可以進行180度 360度180度的這個旋轉 同時它的這個椅背的角度 也可以去做傾斜 例如說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可以把這個椅子往前挪 它也可以往前 是然後我把椅背的都傾倒 你看它可以做非常方便的一個 便利的進出的功能 那當然其實要把它旋轉成 這個兩側的這個對向的靠座 也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 這麼方便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要怎麼樣的一個排列組合 才有辦法 很輕鬆就可以控制 當然我也可以再上去 上來之後 關於你可以看到一下 這個第三排的座椅啊 其實也非常的便利的 就可以滑移到很後面的位置 哇 是 它的空間可以退到這麼後面 沒錯沒錯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了 中間這個 它是桌子啊 是 沒錯 這邊部分呢 我們就把桌子 中央的桌子打開呢 關於現在我就邀請你上車 坐在我對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進行一個這個 塔羅 小型的會議 對塔羅牌的占卜有沒有 或者是進行小型的會議 其實我在外景的時候我也邀請這個 鄭傑來給我體驗一下這個 這個小的會議座 我們兩個是覺得 可以在這邊玩跳起啦 對 而且其實如果說是小朋友 最喜歡這個樣子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它可以商用 它也可以家庭來使用 而且它比一般的這種棋人座 多了更多的一個變化 很大 它這個對座之後 然後後排座椅再往後滑移之後 這個空間真的是非常的大 非常大 再加上我個人非常喜歡 這個地板的一個這個配置 你有沒有覺得 風木的這種感覺 對 它是木紋的一個這個質感 你會覺得好像在家 踩踏到木頭踏板 那種具備有溫暖的溫度感受 跟一般的這種車型式 譬如說是用這種毛的地毯 對 或者是甚至有的人是 裝這種塑膠布的這種防水材質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 這個比較好清理 對 又好清理又有溫度 我覺得看起來是更加舒服 而且小朋友一坐進裡面 他可以把那個鞋子就脫下來 在這裡面很舒服 沒錯 沒錯 我覺得這個遊園感覺是 像我們每次都要搶那個普游馬號 都是可以對座的 對 有沒有 三五好友一起出遊的時候 是 你等於是有一台非常棒的列車 沒錯 好 大家很辛苦 這個桌子它其實這整個呢 這個要這個 升起來跟收起來都非常方便 而且它也可以前後滑移 那它有沒有辦法說完全不要 也是可以 它也可以拆除啊 對啊 它其實它可以前後 對 它可以前後的滑移 而且它裡面有好多洞 那個白寶箱的感覺耶 譬如說我現在把它這個 拉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往你那邊推 這邊可以變成一個非常大的走道 啊 這裡 這邊可以變成一個非常大的走道 這個好棒喔 是 看一看都自己都好想買一台 所以它這樣子的一個 二三排的一個這個 二加三的位置呢 再加上中央這一個餐桌 就變成去 你是商務上的需求啦 對 或是家庭旅遊上的需求 或者是塔羅牌的需求 都可以滿足啊 對 因為其實 他們原廠有統計過 他們發現說原來買T6的人 很多都是家庭來使用這台車 這是滿特別的一個調查喔 所以我們當然要幫大家體驗一下 既然這台車前面駕駛座可以滿足了 後面的家人如果坐在後座的話 實際感受是如何嗎 我們上路試試看 我們上後座坐一下 對 這個車最重要的就是後座嘛 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車非常適合這個 家庭來使用啊 不要意味的把它當成只是一個商務車的車型 對 那不過這個車子我覺得 以現在目前後座的一個空間來說 真的非常的充裕 尤其鄭杰你前面那兩張 這個獨立的座椅 其實它可以旋轉 反轉過來以後這樣聊天很方便 是 我們聊天很方便 甚至我們還可以打個這個橋牌 還是下個跳起 因為你看這個地方 有一個小桌子 這桌面一展開之後呢 這地方我覺得真的可以玩跳起耶 對 什麼都可以玩啊 對啊 四個人可以打個扑克牌 這個是沒有問題 而且你看喔 我這一側有兩個製杯架 你那一側也有 對 沒錯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看這個製杯架 還可以把這個杯子夾得很緊 也就是說可以滿足呢 整個商務型的會議的需求 或者是全家出遊的時候帶著小孩子 小孩子也可以在上面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甚至是畫畫 一家人可以在這個地方很輕鬆的享受 這個旅行的生活 沒錯 而且我覺得這個椅子坐起來 是很舒服的 真的很舒服 用的皮啊什麼 就是一台高級車 對 因為觸摸這個皮的這個質感啊 你就知道這個皮革用料其實用得非常好 再加上我們頂部呢 這個冷氣出風口啊 還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的調整跟控制 而且在前排後排都有自己的專屬出風口 這樣子的話就是你每個人想要不同的溫度 或者不同的風量他都有辦法 都做得到 沒錯 沒錯 鄭姐那我們現在把安全帶綁一綁了 那我就叫司機開車 我們來去體驗一下整個移動的旅程 來 小陳 開車 終於有司機了 終於有司機了 這個車事實上 確實是拿來當商務車 對 商務車跟家庭旅遊 我覺得都相當的適合 鄭姐其實我發覺這個車配備真的是不錯 而且坐起來很舒服 我剛剛前面開車的時候 我發覺他整個前座 你看還有木紋的一些飾板 連後座的部分也有耶 那我延伸到這裡 對 而且你看 皮革也是包覆的 對 皮革包覆的非常 而且我這邊進來還有這個 遮陽嶺那咪也有 對 所以二三排都有這個遮陽嶺 我覺得這一台車配備真的是 沒話說 該有的都有 該有的都有 尤其這個地板的這個材料 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喜歡 福士商旅他們的一個專特色 真的 把最好的旅程留給你最心愛的家人 既然車上滿載7人 都是你心愛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好朋友 甚至於是你同事 所以安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這一次T6.1的Multi-Van 當然也導入了全新世代的 這種安全的配備 而且他還獲得了EURO NCAP 對於這種商用車安全的評鑑 是金獎啊 這真的是滿厲害的 對不對 櫻凱哥 這次其實T6.1 它最重要的一個精進 我覺得就是它IQ Drive的導入 那其實大家講說其實都有ACC 那但是這次全輸入ACC 我覺得有兩個特點 是從快來講 因為其實整個福士商 它其實在以德國市場為主 所以它德國的高速公路 其實是很快速的 那這系統其實它非常的不簡單 它可以最高支援到 時速210公里的巡航系統 那低速來講 它是可以一直跟車到停 那停的話 它是可以有3秒鐘 然後再自動啟動 所以這個快跟慢之間的拿捏 其實這是考驗到這個系統的準確度 還有說這麼大台的車 還有說它頓位其實也很大 那怎麼調整到說 讓大家覺得很舒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T6.1 它在ACC上一個很強項的地方 那當然其他的部分 包含說大家知道說像AEB 對車跟對行人的一個警示 然後還有說車側的一個盲點 在這次裡面都有全速的搭載 然後還有一個是 它也是在時速60以上啟動 叫Light Assist 就是可以比如說你比較 道路的環境比較暗的時候 你開遠光燈 但是大家知道說遠光燈 如果你前車沒有把它切成 近光燈的時候 其實會刺眼 是啊 但它的系統就是會自動去判斷 有前車接近的時候 它把遠光燈調整成近光燈 那當然前面的 對象的駕駛它不會刺眼 相對你安全可以提升 包含說你可以有標配的 像它導車輔助 導車部分它有 車後的橫向的車流警示 如果你導車的時候 剛好系統偵測有 橫向車流接近 它會幫你 甚至會自動煞車跟警示 這個太棒了就是RCT 對 因為其實這種大車很需要 沒錯 然後在Multi-Van Highlight部分 它甚至也導入了整個 就是自動停車輔助 它如果偵測到說 包含說導車路庫 或路邊停車 車位的整個距離是夠的話 你只要導車 然後按了這個 自動停車輔助 系統就會讓你 協助你自動去停車 你只要控制油門跟煞車 大家可能對於這種T6 或是T系列會覺得說 以前感覺Multi-Van 好像是有一些商用氣息多一些些 可是其實根據調查 會發現台灣人 既然拿這個T6 Multi-Van 是在這個家庭使用居多的 我們今天就幫大家邀請到一位 非常非常喜歡T6 而且他們家有五台 從T4開始就擁有的車主 歡迎阿翔 翔哥 哈囉 翔哥 您今天也帶來了 你的愛車T6 對不對 就是沒有改款之前的 這車身非常的漂亮 而且其實我看到你有做 一些改裝 甚至於車身降低 那剛才其實我們整個過程當中 你都在旁邊有看到 這個小改款之後 應該有比較特別的感覺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聊一聊說 你為什麼當初會選擇T6 作為你平常的使用的車輛 因為我原本就有T4 VR6 然後其實後來 因為T4也漸漸的變老了 所以新的T6出來之後 我們就想說再換一台新的 因為我們喜歡長途旅行 或是說環島的 爬山 露營 所以變成說安全上還是會考量 說新的車輛 那所以你們家裡出遊 主要都是以這台車為主 對 平常工作的時候 就是開T4 對 難怪你這麼喜歡 那你覺得說全家人坐在車上 你當初買這台車的考量是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 它好像是不是會太高 或者是你怎麼不買一般的MPV 就是因為它空間比較高 然後比較大 所以變成說在乘坐上 就是說在使用上 不管是在行李或在家人 這樣會比較空間比較足夠 主要是空間的考量 然後你也希望家人坐在裡面 每一個人坐起來都是舒服的 對 然後如果說大家七個人 然後或者是兩個家族 一起出遊的話 行李箱可以塞很多東西 對 它行李箱可以塞滿多東西 所以你非常非常滿意 對 非常滿意 那你剛才看到了 你原本的T6 你已經很喜歡了 但是因為新世代 它加入了IQ Drive之後 它可以大大的降低 譬如說你在長途的 舟車勞頓的這種疲勞感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心動 對 因為它在 它有就是說 它有全速率的 ACC 是你想要的是不是 對 然後還有它的DCC 因為我們常常跑山路 有些路況比較 或高速公路的時候 變成說我們可以隨著 我們需要的狀況去做調整 隨意的調整 所以你真的有再仔細研究 這台T6.1耶 有 所以安福斯的T6的人 真的很愛 這系列的人 好 謝謝翔哥 謝謝 你的分享 OK 接下來我們除了 剛才看到的T6.1 這個Multivan之外 緊接著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T6.1的另外一個系列 也是Caravel 而且這次是IPC 也就是我們大家很熟知的 這種可以作為扶植車的功能 鄭杰帶著我們來看看 對 沒錯 我冠儀 來 我們來看一下 Caravel這個車子 不管是剛剛Multivan 還是現在的Caravel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知道 T6.1這個車子 就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大車 所以它的空間一定就是 很能夠彈性的來運用 你要拿來幹嘛都可以 像我們之前不是試過嗎 California 它就是露營車了對不對 像我有朋友拿這個車子 來載卡丁車去比賽 甚至載機車去比賽 這都非常的好用 那既然這些車子 都可以拿來做這些功能 那扶子車當然也最適合 非常適合 因為車內的空間非常的方正 而且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說 有行動不便的人坐在裡面 其實它是沒有壓迫感的 而且輪椅就可以直接上去 我先介紹一下好了 Caravel來講的話 以扶子車來講 它目前有三個做法 就是一個 是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台 它是七加一 七加一 第一排就是架子座部分 可以三人坐 然後第二排三人坐 然後最後面第三排一個人 然後旁邊一個輪椅 所以加一就是只加一個輪椅 另外一個則是六加二 也就是剛剛你講的 前面的兩排三人坐三人坐 後面變成兩個輪椅進去 這是屬於富岡巴士的部分的扶子車 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Caravel剛剛講的 因為它空間夠大 甚至你要坐救護車也是可以的 這可以當救護車 是 對耶沒錯 裡面放急救的床 我們經常在路上看到白色的救護車 其實很多都是T6 T6.1T5 坐過來 改裝過來了 你看空間有多大 裡面還有一些急救的一些配備 是 那我再來介紹一下 因為Caravel這個車子 其實一般的乘用版本 我們都知道 它的價格就是在大概一百四十萬 到一百六十幾萬 然後甚至一九九的話 是到了更高的價格 那你如果要改裝成這樣的輔子車 像你個人家庭裡面有需求 有長者需要常坐輪椅的話 我們自己改裝的話 其實價格是大概將近四十萬 聽起來很貴 可是政府應該有補助吧 有的有的 所以政府補助會大概補助掉二十萬 所以你只要再貼 就是說你買這台車的車架 因為我不知道你喜歡什麼樣的動力 你可能一一零就夠了 可能一五零 甚至一九九 配備要更好 不一定 另外再加上將近二十萬的錢 你就可以擁有現在我們看到這套系統 OK 所以這套系統用二十萬你可以獲得到什麼 我們就實際幫大家來操作一下 我們來試試看 對 在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像這一次的改裝來講 除了我們現在看得到的地方 還有其實側邊它的門 車門打開的時候它會有一個腳踏板伸出來 也讓長者比較好 如果說有人膝蓋比較沒力 這樣是不是上車會比較方便 因為這車比較高一點 對 而且你打開車門的時候 因為它有一個板子 就是會跑出來對不對 那要警示的話 它車子也會發出聲響 對 會有聲響 來警示大家 對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安全的一個機制 沒錯 那後面這一套呢 基本上也一樣 因為前面現在是停著 所以我們是把手刷車拉起來 這很重要 對 這套系統要操作 手刷車首先一定要 如果手刷車沒有拉的話 就沒辦法操作了 是 這也是安全的一個狀態 也是因為安全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呢 那邊有一個紅色的開關 冠儀幫我把它轉一下 現在這off 對 然後我把它打開 好 有沒有聽到那個警示聲 有 對 這就表示說這個車子 沒錯 冠儀拿對了 那個就是操作的貼面 操作的 這車子現在要注意就是 我們現在要操作這套系統 對 然後我們現在請到這位熊爺爺 這個本來我是想要叫德哥過來 當模特兒的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 所以你腰不太好 不要 還是叫德哥 但他拒絕我了 好 OK 那我現在就只要幫你按上 對 按上 這套系統 你看它很粗壯有沒有 對 它其實可以承重三百公斤 三百公斤啊 所以像我這樣子 再加上一個人 再加上輪椅 推進去是OK的 對 沒錯 好 然後OK了以後呢 我就把它這樣順著 往內推 哦 那我們會知道 這個福祉車 其實它也可以選擇高頂的 哦 它也可以選擇高頂的 是 就比較像我這樣 要曲著嘛 對不對 剛剛如果是選高頂 我就可以直接的走進來 對 會更方便 也更便利 可是它有沒有一些安全的卡扣呢 它當然有安全卡扣 除了說它前面一樣 有三點四的安全帶以外 對 車子輪椅進來以後 當然還是要把它固定住 它四個點都有一個卡扣 把輪椅給固定住 是的 是的 那如果說這個是六加二的話 這個卡扣就會更多 就會有兩組 肯定要的 是了 所以像我現在就是在進行 將輪椅固定的一個動作 對 就這樣簡簡單單扣上以後 然後鎖定 鎖定 大家不要看哦 正傑現在操作的這些 把那個輪椅給鎖定啊 其實都有經過這些 一些安全的認證 不只是台灣的法規 德國的法規都是有認證過的 AMF就是德國認證 說表示這些輔具啊 都有經過一些測試的 然後冠儀你再幫我繼續伸起來 好 我再把它伸起來 你看哦 這個板子 它也會直接做一個收折啊 它本來是一個底板 是一個斜坡 對 現在起來 它還變一個門打開 對 它完全能收好了 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輕輕鬆鬆的 這樣子就走下來了 哦 是的 很棒耶 所以如果你是從事這個富康巴士 工作的司機大哥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比如照顧 像剛才證監你這樣子的 一個示範的方式嘛 對 它全部都考量進去了 對 然後我們現在關上車門 然後我們就可以載著 可能有產障的人或者是長者 我們就可以出去看要去玩 還是在家去醫院啊 去哪裡都可以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希望 家裡的一些行動不便的 這些親朋好友們 他們也都可以跟著我們大家一起出遊 我覺得越來越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說長照 這很重要 對 那老人如果說到八十歲九十歲 其實我們很多長者 都還是這個年紀啊 對 他們也還是需要心靈的 像跟家人一起出去玩 讓心情更開心 總不能一直困在家裡 而且加上它坐在車內的空間 是寬敞的 是舒服的 應該沒有其他的一些IPC 會比這個空間更寬敞的 是的 好 謝謝鄭杰 給我們帶來這個IPC扶子車的示範 那我們要請愛大幫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個T6系列的話 有哪一台T6是最適合你的呢 是的 福斯商旅的這個T型車 從一九四七年的問世到現在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的時間 跟了這麼多的消費者 來做了這個溝通 以及或許消費者這個反饋的一些 回復之後呢 其實衍生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車型 而且不是在T6 T6.1 這個時候才有的 其實之前就已經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車型 那當然T型車在這個露營車 這一個部分其實是非常的受到 這個消費者的一個這個青睞 其實剛剛鄭杰跟我們介紹 這個Colavell的這個IPC 的扶子車的部分 他其實也有不同的版本 例如說T6.1也有這個 控比的這個IPC的一個版本 那其實每一個不同等級的車型 都適合不同的人士的一個需求 像Colavell也有標準的車型 適合這個旅行 或是商務的一個這個使用 尤其現在國旅這麼的夯 這樣一個車型安全性也足夠 然後乘坐的空間又舒適 非常適合這樣子的一個這個 來去做使用 那當然像這個MatiVan 也有像這個我們洪哥 這樣子一個這個車主 實際上使用了非常多年 他是屬於非常豪華型 兼具商務以及家庭需求的使用 那當然T6.1一樣有像這個 California這樣子 露營車的一個這個車型 今天想要去哪裡旅遊 說走就走 其實先頂的車型 又可以創造出非常不錯的 一個這個露營空間 甚至裡面 他可以加裝非常多的一些套件 例如說甚至這個盥洗的設備 瓦斯爐 沖洗的一些裝置 都可以在這個車型上面 能夠這個設定上面 都去做使用 其實我覺得T6.1這個車型 在台灣的能見度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其實還有這個 我們為數不少的這些救護單位 所使用的這些救護車 都是用我們這個服飾商的車型 來去做這個打造的 那當然他也符合了這個 國家的一個這個安全的要求 我想這樣的車型 在台灣的能見